伊朗这个国家都经常成为世界的焦点 如果大家有熟读历史都知道 伊朗以前叫波斯 波斯是世界文明古国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所以波斯的历史很悠久 也代表伊朗的历史很悠久 地理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伊朗在中东 它旁边有伊拉克、敘利亚、黎巴嫩、沙特亚拉伯 夹着波斯湾之后 旁边就是沙特亚拉伯 再过西边就是红海 然后北上就是苏伊士云河 再进地中海 再进去欧洲 伊朗的北边就是有 如果北上多些 应该是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那些国家 再上西少 西边就是欧洲 伊朗的东边是什么呢 东边就是中亚五角 现在中亚五角就是在苏联那里分裂出来的 现在中亚五角都会很大 很大发展潜力的 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 而伊朗的东边就是阿富汗、巴基斯坦 跟着就是印度 就是去欧洲 我大概说了地理位置 已经知道伊朗 除了是历史的文明古国 也是在地理位的位置上 是在欧亚非中间的位置 所以算是非常之重要 那为什么要说伊朗呢 因为伊朗近日已经说 他们已经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 而即将会加入金川五角 如果伊朗加入的话 金川五角就会变成金川六角了 那这个变动 或者这个世界巨轮在移动 原来不是说 没有人预知的 其实是有预知的 所以我今天也想再提一提 康曼书经常提了一本书 叫做《大奇本》 《大奇本》的作者就是布洋津斯基 布洋津斯基是波兰裔的美国政治家 他在卡达总统时代做顾问 他在1997年写了这本书叫《大奇本》 我现在就先看看图片 那《大奇本》如果今时今日看回 事后隔了大概是26年 我们原来发觉 布洋津斯基真的很厉害 是厉害得很厉害 他厉害到这本书 最后分析了 未来的局势 在1997年出版 他在这本书里分析了 地缘政治的发展 他特别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美国一定要想办法 避免中国、俄罗斯、伊朗 这三个国家结盟 因为这样 如果他们真的结盟的话 对美国十分不利 那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 他有提到中国的 他如何判断中国呢 现在在说1997年的时候 那布洋津斯基就说 中国一定会发展壮大 这个是世界所供应 但是 无论中国如何强大 他都不会去争夺 所谓主导权 他不会争夺地区 或者是全世界的主导权 这个也是 这个概念 现在也是中国领导人 不断地强调的 我们是一个 中国一个国家 是为人民谋福祉 亦都希望和其他国家 在交流当中 互相尊重 是一个互利 互为 互赢的局面 世界很大 世界绝对可以容纳到 中国和美国这些 那么强大的国家 同时存在 而不是 灵和游戏 不是你赢我输 那类的 那么合宅 的观点 所以 布洋尔斯基 在当时的大旗局 那里都说了 就是说 那个世界的发展 他就提到 俄乌战事 是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他看到的趋势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 就散了 但是 北约就没有解散 而美国在背后支持北约 一起 就继续推北约 去向东去抗展 那因为 为什么呢 他发觉原来是苏联解体 但是俄罗斯 其实依然都是很强大 而且是越来越强大 那所以 美国都一直 就是 除了阻止俄罗斯 加入欧盟 或者甚至乎 加入北约 反过来 他还要将 不断地向欧洲 向东抗展 抗展到去 越来越接近俄罗斯 这次就是说 是想将乌克兰 都纳入不弱 那原来 这个局势发展 二十多年前 布叶尊斯基大棋局 这本书也提过 提过 如果这样的趋势 终于 都会搞到俄罗斯 要跟乌克兰 发生战事 这个大局势 原来 一早就说了 所以 俄乌战事 发展之后 接着是怎样呢 接着 那个势 就是说 逼俄罗斯 除了是 和 乌克兰 有战事 发生之外 也逼俄罗斯 转移去想 既然 美国 欧洲 都是这么敌对 再这样不行 那唯有怎样呢 自治愿然都会想起 当然是向中国 示好 和中国结盟 现在这个局势 就是发展到这样 那布叶尊斯基 给一幅照片 看看布叶尊斯基 这个敬人 这个猛人的照片 不可惜 几年前 89岁高龄 就是过世了 我们没办法再听到 他 关于是怎样评论 世界政治了 相比之下 基辛格就长命 长命很多 九十多岁 还健在 还是不时地发表他的伟论 但布叶尊斯基 89岁就走了 那么 布叶尊斯基 这么厉害 他其实 这本书 1997年 一早就说了 他说了一个重点 除了说俄罗乌战事 一定会发生 之外 也特别强调 美国一定不可以 让中国俄罗斯 伊朗 结成一个大联盟 但是 现在的局势 发展 似乎 已经阻止不了 因为伊朗 首先和沙特拉伯 恢复外交 在中国的滑船之下 而伊朗本身 这个国家绝对不小 这个国家 我们给大家看看 首先 面积不小 另外 有8300万人口 原来 人均GDP 一点也不少 是多少 是一万八千元 美金 人均GDP 这个国家绝对是有钱 因为主要是 石油的资源丰富 现在油价上了这么多 好 好了 但是为什么伊朗 会成为美国的眼中钉呢 首先 讲回1980年 1980年 伊朗和伊拉克 爆发了两伊战争 当时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 所以 美国当时和伊朗有敌对 有历史流落 好了 到1988年 这个两伊战争 叫做停火 停火之后 没有停止美国和伊朗的敌对 主要原因是 因为2003年 伊朗开始说 我已经提炼到核的燃料 就是这个油 就是今次哪一个自由的油 就是油 可以做核弹的 好了 伊朗想让它自己成为一个 拥有核武的国家 那美国就 触动了美国的神经 因为觉得 哇 在中东 它和伊拉克沙地 关系好 现在 伊朗一个对抗国家 竟然说要弄核武 所以 美国在2003年开始针对伊朗 在2015年 伊朗的核问题 在维也纳 叫做 伊朗核协议 当时 很多国家 已经开始 在美国的影响之下 制裁伊朗 伊朗核协议 在2015年 当时 说 希望可以解除部分 对伊朗的制裁 而换取伊朗 减少 有浓缩的活动 但是 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再对伊朗 施行强硬的措施 在2018年5月 美国首先 就退出了 伊朗核协议 其实你退出伊朗核协议 伊朗就可以 再肆无忌惮 去生产油 虽然你是加强制裁 但是你加强制裁伊朗 同时间 特朗普 在2019年5月 就说 所有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 都会实施制裁 但是 其实伊朗 不卖石油给美国而已 其实伊朗一直都跟很多国家 在做石油生意 比如 中国啊 日本啊 印度啊 韩国啊 台灣啊 土耳其啊 意大利啊 希腊等等 这些国家 其实伊朗一直都有卖石油给他们 所以 如果 2018年 5月 特朗普宣布退出 伊朗是协议 然后2019年5月 就跟所有国家说 你们不可以 入口伊朗石油 当然是更加触动伊朗的神经 更加激怒伊朗 但是 其实 对于很多 一直跟伊朗在做石油生意的国家来说 其实 美国是 你说就说 你说了 不是说了就算数 你说不准我 跟伊朗做石油生意 但是基本上 都 很多国家都依然跟伊朗在做生意 好了 那么 很多人 发觉 咦 如果美国发觉 原来 他要制裁伊朗 他要不让他生产核武 很多国家都不听话 所以伊朗继续施压 最大的新闻就是什么呢 2020年1月3日 伊朗的第二号人物 蘇来曼尼 就被美国暗杀 好了 接着 伊朗就报复了 三天之后 一架在乌克兰起飞的波音737航机 上面再有176人 被伊斯兰革命围队击落 三天之后 伊朗才承认 好了 这些都是 美国和伊朗的一些 牙齿印 有些历史 是1980年开始 告诉大家 直至到2020年 苏来曼尼被暗杀 然后击落了乌克兰航机事件 其实历史了 超过20年 美国和伊朗 发生了这么多事 但是今时今日 美国的国力日渐衰落 他在阿富汗又撤军 他在敘利亚 基本上 迟早都撤军 根本支持不了 美国在全世界 继续实施他的霸权主义 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 好了 最新就是 给大家看看 这位就是伊朗外长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 就在上周五 就在南非开普敦 就举行一个 金专国家外长的会议 他就宣布了 伊朗已经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 给大家看看 上海合作组织就覆盖了这些国家 其实也有很多 主要是中亚五国 哈萨克、阿基尔吉斯 另外就是俄罗斯 还有就是巴基斯坦、印度、伊朗 这九个国家 已经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 另外有三个观察国 包括蒙古、白俄罗斯、阿富汗 和13个对话的伙伴 这些国家的成员总面积 现在的九个成员总面积 达到3600万平方公里 是欧洲和亚洲 大陆总面积的五分之三 人口大概34亿 是世界总人口的43% 就是可以看到一个 覆盖全世界人口43%的 上海合作组织 其实已经是相当够实力 以及很大 他们之间的合作 无论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合作 已经是很厉害了 伊朗加入了 伊朗加入了之后 现在阿福道拉外长说 我们再加入一个很不错的组织 这个就是金砖五国 金砖五国在地图上看到 是蓝色的地方 包括巴西 南非 印度 还有俄罗斯 还有中国 现在如果伊朗加入了 就将会是第六个 就是在这里 阿福道拉就说 我们与金砖国家的 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 保持非常好的水平 现在贸易额 已经是每年超过300亿美金 现在伊朗已经加入了 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 扩大与俄罗斯 中国、印度三个金砖国家的合作 所以顺理成章 伊朗将会 其实在去年六月 已经申请成为金砖国家成员 即将估计 将会被批准加入 就说伊朗已经做好准备 将会加入金砖国家 到时候伊朗和中国、俄罗斯 建立这个良好关系 将会更加发挥作用 令到这些国家之间 能够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充沛的能量 发挥重要作用 伊朗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 关于伊朗和中俄关系的发展 事实上 我们再次提提 就是《大棋局》这本书 1997年写 真是很厉害 而他最担心的一件事 他是帮美国担心 就是说 中国、俄罗斯、伊朗 这个结盟 而今时今日 这个局势 已经出现了 难怪 美国是不担心 但是担心得来 看来这个世界的巨轮 一直在推进 美国也相信是阻止不了的 不过 布宜津斯基已经作了估 他也看不到 今时今日 就想不到 就是说 可能他自己也想不到这么快 就是他自己写的《大棋局》 预言是一一的兑现 好了 继续留意 当时世界政局的发展 好 很快就讲完最后的话题 我想讲讲 近日 我们香港的警方 早前 就说 将会招募 在读大学的 二、三年级的学生 警方 接着警方做了这件事之后 海关也不执书了 海关也做了类似的 一些招聘的行动 那就是说 就去大学 就是招聘 不是四年级的 看清楚 通常 纪律部队就是招募 四年级的学生 毕业学生 毕业就可以去投考纪律部队 但是现在就是说 欢迎大学的二年级 和三年级的学生去报名 那报名之后 那我相信 就会通过一些正常的程序 比如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筆试 但面试一定要 面试 那接着 就是招聘程序 是不会改变的 不会放宽的 但是 依然是 当然是这么严格 但是 就不只是针对四年级的学生 即是即将毕业的学生 而是二、三年级的学生 都给他们机会去申请 如果证明是可以的话 就将会是一个有条件的取路 就是说 有条件的取路 就是说 好了 你现在读二、三年级的学生 你来投考 投考之后 通过了面试 或者不试等等 或者体能方面的出验 而你是被视为 是 因选的名单当中 这事乎 你就会被有条件取路 当你读完四年的香港大学课程 当你读完四年的香港大学课程 成绩当然要有差不多 要合格才行 拿了一个学士学位 接着就可以正式加入警方 或者是海关的部门 就是这个部门 就加入 那就不同以前 以前是四年级才招募 现在是二、三年级 已经有条件取路 近日也看到海关关长 和何佩山出来 呼吁 这个 加入海关 这个行动 证明 即是纪律部队 在面对很多人的退休 或者是有人离职 都是人手方面 都是比较紧张 但是 亦是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人手紧张 不是代表可以随便 去招聘一些不合资格的人 所以我極度相信 警方的 例如招募督冊 海关招募督冊 招募督冊 招募大学不业生 那个要求的 入职条件 依然都是相当严格 一定要通过了 某些的 测试 面试等等 这一阵过了 才有机会 做到这些位置 绝对不容易 只不过以前 就可能是四年班 学生 我才给你去申请 现在就不是了 二三年班 都给你申请 变成那个 区域就大了 变成你有机会 是消满到 就是抢到优质的学生 的机会 又是大一点 是不是 好了 那这个就是近日 关于招募这件事 我回来 好了 那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 招募 提早招募 我可以肯定地跟大家说 一定是会抢得到 更加多的优势学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读大学 可能我们都是比较着重 可能当时是那时候的成绩 或者是一些华外活动 或者是一些团队的一些活动 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在这些活动 可能有些人喜欢球类 有些人喜欢画剧 有些人喜欢参加一些团队 或者是参加 或者是学生会 另外当然是兼顾学术 学业 那我们在大学里 还有很多多元化的事 可以做 或者宿舍里面的生活 或者可以做宿生会 或者可以加入很多的组织 很丰富 那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会参加 除非你是读专业的 譬如说医生 或者是工程 或者专业的 譬如是会计师 法律 那你那个 未来的职业的路向 你会比较清晰一些 否则如果你读其他科 譬如你可能读文科 普通的理科 譬如说物理 生物化学 或者是读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也有很多的 除非你读社工 如果读社工 有很大机会做社工 但是你可能有机会读社会科 里面其他的 譬如社会科学 人类学、哲学等等 地理等等 这些学科 很多的学科 其实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概念 就是说 我四年毕业之后 我会做什么工作 譬如你读英文系 你是不是一定教英文 当然不是 你英文系 很多时候 可以入到商界 如果你面试的时候 你读英文系 理论上 你英文的对答 应该会比较 优胜 一些 可能你在面试 那里 对答 对答 如流 或者会有帮助 很多时候 商界都欢迎英文系 毕业新 甚至乎 政府 当然 如果英文好 你可能去考AO 考政务官 又可能有个优势 当然 政务官 你现在 中英文也要好 不单是英文 那可能你读中文系 英文也好 也不行 那 就变了 我们很多变数 就说 我不知道其实毕业之后 究竟是 真的做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四年班的时候 毕业 我们就是 去大学的 就业辅导处 看看有哪些公司来请人 那我们就去申请 是这样去做 那很多时候 就 可能会比较 鱼翁撒网式 就是会 尝试多些去申请不同的公众 然后再想一下 究竟哪一家公司请我 然后我才会考虑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那如果有 纪录部队 二、三年班 已经请了我 我可以 大胆说一句 会有多少学生 那一家公司 毕业之后 真的会 加入海关 或者警队 如果 二、三年班 已经请了我 等于当时 香港的大学 去抢 抢 这个 会考生 优质会考生 如果你会考 那时候 譬如在说 十几十年前 如果你会考 是拿到 例子 譬如说 五科A 五科A以上 五科A以上 那你呢 中文大学 那时候就说 你现在会考拿五科A 不如你不需要考大学 入学士了 那你就 读多一年中六 就进入中大 因为我已经将你 暂取身 那 就变成了 读一年 预科 就可以进入中大 那你想想 当时 抢了多少 会考 五A以上 学生 因为他不用再考试 因为读一年 预科 就可以进入中大 读四年 如果你考试 就选 那时候是五年会考 然后读一年预科 考中大 又或者是 你读两年预科 考港大 那现在呢 如果你考到会考 很成绩的 暂取身 那你读一年预科 就进入中大 很多会考的高材生 都会制 因为不用考中七 那个大学 入港大 因为入港大 然后读三年 如果你中六 之后 入中大读四年 都是一起毕业 是吧 所以当时 这个暂取身制度 抢了很多优质的会考生 进入中大 现在这个警队 或者海关 这个暂时 有条件取录 优质的大学生 在二三年班 已经抢了 我可以肯定 一定有成效 好了 今天要提不出来 又想带出什么呢 就是 当时我看到这些新闻 我看到电视台的访问 我举出两个电视台 很大分别 首先我说第一个 TVB TVB 访问大学生 你对警方 或者海关 这些 应该是警方 那时候海关还没说 这些事情 警方在二三年班 学生招募督察 你有什么看法 TVB就访问了几个学生 不同意见 有学生就说 当然好 可以令到他们 可以早些去了解 例如警务督察的职务 或者是薪酬 或者福利 或者升职的前景 这个也是一个 比二三年班学生早点了解 他真的可能会因此 而去代表申请 职务 而当他们已经被有条件取入为督察的时候 那他可能在四年班 就真的走去 一毕业就不想太多了 不再找事情做了 就去做督察 结集督察 那TVB就访问了几个学生 有学生就这样说 一些正面的东西 那有些学生就说 没有用的 我早就想着做什么了 你来招聘我都没有用的了 有些学生是这样说的 那可能他是读专业 也不一定 那有些学生就说 你来招聘我 我不会想的了 你政府工又 人工又不是很高 未必好得过商界 发展又有局限 又没有什么自由 不要紧 那我们听完TVB的新闻 有政有反 两方面的学生都有说 但是当我转了台去听另一个台 我不说哪个台了 总之这个台都是免费的 香港免费电视台不是很多的 大家都猜到是哪个 以前要收费 现在不用收费那个 很奇怪 他访问了四个学生 全部都是负面的 就说 都是大致上说 你来招聘二三年 班学生是没用的 你这么早招聘我 我都是 我会想着我们自己有个决定的 跟着就说 是政府工的发展是合责的 升职又慢的 人工又不是那么高 神经病 有很多滞爪 没有自己发展的自由空间 神经病 总之这一间电视台的记者 这么巧找了四个学生 全部都是说负面的事情 那我就会说 如果我只是看你这个电视台 我只是听了负面的事情 我看TVB也算是好些 有正面有反面 你可以说 就是这么巧 TVB找到那四个学生 有两个正 两个反 另一家电视台 这么巧找到四个学生 全部都是反 所以就这样报道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但是如果 如果我作为记者 我可能不会找四个这么少 我可能会找十个二十个 然后就尝试公正地 充分地反映 究竟 现在这些大学生 对今次 警方或者海关招聘 二三年班学生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因为有一间电视台 基本上 四个访问出来全部是负面的 为什么TVB可以有两个正面 两个反面呢 为什么TVB可以给我们 看到一些学生不同的意见 而另一间电视台 只是看到反面的意见呢 是不是真的这么巧呢 这个就留给大家去想 我就在想 其实为什么现在 香港的传媒 有些记者 的质量是可以差到这样 差成什么 就是说 荷里活港场那件事 大家都看到了 一看到新闻 就有电视台就说 哦 这个是一个情杀案 死者是一男一女 短头发的人 都是男士 一男一女 跟着呢 这个干头的兇手呢 就是 跟那个女士 是夫妻关系 他看到这个是短发的男士 就抢了他老婆 所以他就用刀 刺死这个短发的男士 这是一个情杀案 就是这样 我 最初看到这些新闻 就看到 不单是一个传媒 我不知道 谁可以作出这个故事 出来 隔了大概 都过来两个小时 就开始 揭露了事实 原来 死者 两位都是女士 短头发那位 不是男士 是女士 两位都是女士 之前那个所谓的情杀案 就是 作故事的那些电视台 就立刻推翻了 然后 大家都知道 原来 事后警方就报道 兇手和两位受害者 是不认识的 其实也很气愤 为什么有这些电视台 可以把这些作故事 报道了出来 作到说 死者两位都是一男一类 接着是 兇手和其中的死者是夫妻关系 而兇手是杀了另一个短法的 被视为 被指是男士 其实是女士的受害者 因为是一个情杀案 谁开始作出来呢 会不会是网络作出来呢 网络作出来之后 有人看到就当作是真 在未去作实之下 未去确认之下 就已经是将 作了这个故事 作为论点 因为 他觉得 咦 我快点 报道了出来 就算是作故事 都不关我事 网络流传而已 我作了这个故事出来 起码 我的媒体 就可以率先 报道了这些所谓的真相 我会比你更好 你没有了 我有了 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东西 当然是报道了出来 那就可以 引到眼球 引到注意事 懒你这些是否事实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 现在有部分的记者 有部分的传媒 那个质素 是差到这样的 真是很气愤 那叫做昨天 深水埗这一宗惨案 就是 报道就好一点 收敛了 真是就不会乱 去作故事了 那就 也都后来 警方是 就是 报道那个 案情之后 而 传媒才叫做 是广泛地 报道那个 受害这些三姊妹的背景 和他妈妈的背景 开始有些 详情是报道了出来 那后来也看到 三位受害女同的姑妈 都说了几句说话 那这些就变成了 那个真确性 就比较 是 有根据一点 就是 深水埗这一宗案 就是没有再乱作故事了 那我也希望 就是说了这些东西 就是 就是 我都希望 就是 传媒 真是 你口口声声说 最重要的 香港的记者 是可以自由地采访 尊重新闻自由 尊重记者采访权利 我们尊重你采访权利 尊重你采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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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也有些品 是吧 你自己也有些记者的专业的水平 不要让我们看到 香港有某些小撮的记者 那个水准是低成这样的 我也很想记者继续有 新闻采访自由 也有这个自由去 就是 揭发一些消息 是让大家去知道的 但是 就不是 不是老作 不是说为了抢 新闻逗快去报导 一些是 所谓 令到人家 那个眼球可以注目的东西 而是未去作实了一个事实 就去报导出来 那这个就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态度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 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暢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 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讲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力部 去巴士力部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力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